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唐吉赫德 西班牙狂人的骑士梦 搭桑丘的荒诞之旅 2.傲慢与偏见 奥斯汀笔下的婚姻市场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博弈 3.武林外事 清代江湖恩怨 侠客行与武林逆新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唐吉赫德 西班牙狂人的骑士梦 搭桑丘的荒诞之旅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位西班牙的狂人 不不是骑士 唐吉赫德去为老兄 他的故事 可是古今中外最著名的荒谬之旅之一 唐吉赫德这本书 由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所著 出版于1605年 后来又在1615年出了续集 这本书被誉为 西方文学的巅峰之作 也是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故事的主角唐吉赫德是一位中年的乡绅 他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 结果脑子有点进水 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位正义的骑士 要去拯救世界 他穿上了祖传的秀技斑斑的盔甲 骑上他那匹骨瘦如柴的马 罗西南特 自封为唐吉赫德·德拉·曼恰 开始了他的荒谬制 而他的忠实搭档 桑丘潘萨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被唐吉赫德 又以成为一个小岛的统治者的承诺 于是跟随着这位自称骑士的疯狂老头 成为他的侍从 桑丘以他的现实主义和地道的智慧 形成了与唐吉赫德理想主义和幻想的心灵对比 这对搭档的冒险充满了荒谬和讽刺 最著名的一幕 莫过于唐吉赫德攻击风车的场景 在他的眼中那些风车是可怕的巨人 当然 结果是他被风车的旋转意打得落花流水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 他的歧视信念 唐吉赫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疯狂和幻想的故事 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矛盾 塞万提斯通过唐吉赫德的形象 讽刺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问题 包括阶级制度 宗教迫害和文学的虚伪 这本书的幽默之处参照性和对当时流行文化的戏法 塞万提斯不仅创造了一个荒谬的世界 李星不仅创造了一个荒谬的世界 他还在书中插入了对自己作品的评论 甚至对假冒的续集作者进行了嘲讽 总之唐吉赫德和桑丘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理想 与现实冲突 疯狂与智慧并存的实施 他教会我们即使是最荒谬的梦想 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毕竟如果没有唐吉赫德这样的梦想家 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少了许多色彩 而桑丘这位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则提醒我们 有时候一颗清醒的头脑比一把锐利的剑更为重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傲慢与偏见 奥斯汀笔下的婚姻市场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博弈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简 奥斯汀的内部著名小说 傲慢偏见 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简直就是19世纪英国婚姻市场的绝佳广告招牌 告诉你如何在那个充满了礼仪 必为和财富考量的时代找到真案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市场的主要商品 女性 在奥斯汀的时代 女性的主要职业就是嫁一个好丈夫 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班纳特 她可不是那种坐等高价出售的商品 她聪明机智 有主见 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立女性典范 但是 她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 家里五个女儿 没有儿子 家产还得归远房的男性亲戚所有 这种情况下 家的好丈夫 不仅是个人幸福的问题 简直是全家生存的大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男性市场的黄金单身汉达西先生 他有地位 有财富长力不错 按理说 他应该是那种一出现就能引起一片尖叫的那种人 但是 他的傲慢让他在社交场合显得高冷的像个冰山 这位冰山先生一开始对伊丽莎白的偏见 就像是看待市场上的刺品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他逐渐发现这位女士的独特魅力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故事 其实就是一场精彩的博弈 一开始 两人都带着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入场 伊丽莎白认为达西高不可攀 而达西则觉得伊丽莎白地位一威低威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互相了解 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胡适也接受了对方的缺点 这场博弈最终以两败去商告中 他们都输给了爱情 傲慢与偏见不仅仅展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他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婚姻观念和积极偏见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不受这些外在因素限制的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在婚姻市场上最好的交易可能就是抛开所有的计算 跟随自己的心 所以亲众们下次当你们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个冰山先生或者一个聪明又独立的女士时 别忘了可能就是你们的傲慢与偏见在起作用 不过也别忘了 就像伊丽莎白和达西一样 真爱总是能够跨越这些障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武林外史 清代江湖恩怨 侠客行与武林密新 各位武林高手江湖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内部让人心持神往 梦回江湖的古典武侠巨著 《武林外史》这部作品可不是一般的江湖密新小说 它是清代的江湖社交网络 里面的侠客们不仅会武功还会发朋友圈 只不过他们的朋友圈是用剑法和武功秘籍来刷的 《武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史达祖的例作 讲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江湖恩怨和侠客行事 这部小说的特色在于他将传统的侠义精神 与清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巧妙的结合起来 让读者在享受武侠刺激的同时 也能窥见当时社会的一般 书中的侠客们 各个都有着绝世武功和不凡背脊 他们或许出身名门正派 或许来自江湖小帮小派 但都有一颗为民请命的心 他们在江湖中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其实就像是清代的超级英雄 只不过他们的超能力是一身好武艺 而不是穿着紧人衣在天空飞来飞去 这些侠客们的恩怨情仇 就像是一道道江湖菜肴 有的辣的让人眼泪汪汪 有的酸的让人牙酸心颤 还有的甜的让人心甜蜜蜜 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有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死对头 可能就是昨天的酒肉朋友 而昨天就你于水火之中的大侠 今天可能就要和你争夺那本传说中的绝世武功秘籍 武林外事中的武林秘心 就像是一盘盘开胃小菜 让人垂涎三尺 比如那些传说中的绝世武功 每一种都有着神秘的来历和惊人的威力 有的武功可以让人飞檐走壁 有的可以让人水上飘 还有的可以让人隔空取物 这些武功秘籍就像是江湖中的热门商品 每个人都想得到 但又害怕得到之后招来杀身之祸 总之 《武林外事》不仅仅是一部武甲小说 它是一部清代江湖的社会百科全书 里面包含了爱情、友情、恩怨、权谋 还有那些让人向往的武林高手 和神秘莫测的武功秘籍 读它就像是在逛一个充满了江湖气息的古代版淘宝 我们买的不是商品 而是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江湖故事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本经典的文学作品 唐吉赫德 傲慢与偏见和武林外史 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读者们的眼球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小的总结吧 唐吉赫德是一部荒诞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疯狂的骑士和他的忠实搭档的冒险 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疯狂和幻想的故事 它还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矛盾 它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手法 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问题 唐吉赫德的荒谬之旅让我们知道 即使是最荒诞的梦想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而桑丘则提醒我们有时候一颗清醒的头脑比一把锐利的剑更为重要 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聪明独立的女子与一个高傲富有的男子之间的爱情博弈 这部小说不仅展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婚姻观念和阶级偏见 她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是不受外在因素限制的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爱总能够跨越这些障碍 《武林外史》是一部充满江湖气息的武侠小说 讲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江湖恩怨和侠客形式 这部小说将传统的侠义精神与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让读者在享受武侠刺激的同时也能窥见当时社会的一般 她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千奇百怪的武功秘籍吸引了读者们的眼球 总的来说 这三本书都是经典之作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社会的矛盾和婚姻的复杂性 他们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够思考人性和社会的问题 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爱情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经典作品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